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现的一些话题是很引人注目 5号上午 地图可显示台湾省每个街道 这个话题冲上了社交媒体热搜榜的第一 目前已经引发了超过12亿人阅读 7万讨论 不少网友赫然发现 原来通过手机地图软件搜索一下台湾省 居然可以完整地显示台湾地图 并且惊奇到街道红绿灯以及各路段的实时拥堵情况 还有网民发现说台北市不少街道 原来是用大陆城市命名的 中国的城市 有人曾经比喻 攀开台北地图 以中山路为纵轴 以中校路为横轴 画出一个十字坐标 会发现在西南面 躺着成都路 贵阳路 柳州街 而东北角就藏着吉林路 辽宁路 长春路 宁波街与绍兴路 也是相邻不远的 还有网友表示说每条路都是回家的路 也有网友发现台北有不少大陆的美食 包括宁波生煎包 山西刀削面等 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想去台湾省吃山西刀削面 也由此登上了热搜 也有网友笑称 看到地图上的小统一牛排 还有张家面馆都想吃吃看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5号 按计划继续在台岛北部西南东部海空域 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 持续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5号持续出动 尖击机 轰炸机 预警机 电子侦察机等多型战机 赴台岛周边实施制空作战 支援掩护空中打击 侦察预警等实战化的演训 在台岛周边水域 东部战区海军10艘军舰驱逐舰艇 以令从不同方向抵近 展开风控行动 期间 各舰连续组织昼夜间模拟对陆打击 综合攻防 联合反潜等实战化的刻目演练 提升舰艇核心作战能力 在浙东 福建 越东沿海 多艘护卫舰导弹快艇 还有多个机动案导火力单元 保持高度的戒备 持续对海上重要目标实施火力追苗 并且展开模拟突击 锤炼部队对海打击能力 东部战区入军 远香火火箭军常规导弹 任务部队继续组织侧应行动 针对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重交涉 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外交部5号采取8条反制措施 其中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还有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行事司法协助合作 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禁毒合作和气候变化商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号出席 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期间 举行新闻发布会 回应解放军在台海进行演练 指中方的行动符合预期 又指美国期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不支持台独 让我再说 again nothing has changed about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 Six Assurances we don't want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from either side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we expect cross-fake differences 这个佩洛西窜往台湾之后 大陆方面采取了非常严厉的空前的反制行动 那么在台湾岛的周边开展了几个演习的区域 并且释放了东风系的导弹 那么从整个的现在形势 还有一个局势的急转来看 它应该是不仅仅是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制报复 我想也可以把它在更深的看 可以说是台海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从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形成两岸分治 应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台海关系的一个阶段 一个就是两讲时代 这是国共的分期 那么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是坚持统一的 他们自己还有自己的大一统的一个地图 第二个阶段应该是蒋经国先生去世之后 李登辉上台 然后逐渐逐渐台湾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之后 就出现了统独之争 那么又经过了这个二十多年 到了今天呢 应该说又进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这个台独 势力的在台湾是不断的在上升 而且在国际上呢 美国由于看到中国的崛起呢 就刻意的来打台湾牌 那么到这个最近这个事端的出现呢 实际上标志着这个应该说中国大陆方面 对于台湾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看法 或者说呢 这个放弃了以前对于中美关系当中 还有两岸关系当中呢 某些期待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台湾海峡的问题上 中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 一些包括军事 包括政治 包括经济 也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 连续的综合性的反制行动 那么这也可以说 这是一次混合战争的开始 也可以说呢 是这个 在整个的亚太地区 亚太的格局 也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当然中美关系 那么这两天看到评论呢 说是已经陷入了一个 没有说万劫不复 反正是相当 这糟糕的一个这个开始 这几个开始都是由一个女人 访问台北引起的 为什么呢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经常说 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个一时呢 激起了这个滔天大浪 所以说呢 这个在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整个的回首 五十年前 当时的全球格局 当时的美国人在和中国 签订三个联合公报 那几个公报的内容 如果我们从大历史来看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台海的局势从来 都是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和大国博弈是分不开的 在尼克松当时到中国来 和中国和美国 为什么一拍即合 当时有共同的敌人 这个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到了今天呢 为什么能出现 台海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呢 是美国把中国 作为了它的敌人 所以说 不管今天美方 这个怎样说 坚持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 但它同时 他们一直从来就 没有这个回避过 他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 和我们的一个中国原则 是不一样的 他每次说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 首先是台湾关系法 然后是三个公报 再又是这个六项 这个关系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这个恐怕新的时代 确实是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那么就用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 这样一个思维思路 来处理中美关系 处理两岸关系 所以说呢 这次的这样大规模的 在台海 在台湾岛周围 进行的这个导弹 飞机 等这个 现代化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演训呢 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星期五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双方谈及强化日美同盟 不过呢 有日本媒体就质疑 佩洛西到访台湾 对于台海和平与稳定 毫无益处 周四抵达日本开始访问的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周五渐往日本东京的首相公邸 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进早餐 岸田之后对记者表示 双方谈及如何强化日美同盟 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日美决定为实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日美将继续合作 岸田称 中国军演发射的导弹 落入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 这对日本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影响 但中国外交部此前已明确回应 相关局势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 不接受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的说法 佩洛西当天也同日本众议院议长 西田博之进行会面 在日本国内也有媒体发出质疑的声音 认为这次佩洛西窜访台湾 不但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毫无帮助 反而令地区的紧张局势 进一步加强 富豪卫视李淼 大自大介 日美首相关的报道 其实美国在对华问题上 最后能够使得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 我想在美国方面 他们也是感觉到后果很严重 虽然他们的一个政策 一直是什么台湾关系法 三国公报 还有刚刚说的六项保证 但他们也不至于想把亚太地区 搞得这个样子 那么说明这里边有很多失控的方面 以至于他的盟友 所谓的盟友不是东南亚一些国家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 我们看到佩洛西到韩国去 韩国总统没有出来和他会面 其实他还同在一个城市 尽管通了电话 但是为什么不会面呢 这里边有各种解读 但是很显然 这个尹熙悦觉得美国的一个议长 能够把整个的东亚局势 搅得这么一团糟 确实这样一个麻烦制造者 他愿不愿意见 他都可以找各种理由 同时在议会也铺了红地毯 但是他的不出现 这已经反映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盟友 对于美国把这件事搞得这个样子 给他怀疑 那么这个韩国呢 他在这个 他住联合国 他住这个联合国 这个美国呀 这个非能星研究中心 有一个学者 他叫李承贤 他就说 这个处理佩洛西的方式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你是削弱了我们盟友的角色 盟友的能力 为什么呢 这个事搞得这么大 事先没有跟任何盟友商量 那么另外 这个日本方面也是表示 也有学者说 这个访问台湾呢 这个不是你那这个一般的 因为你以前已经访好多议员去了 但是这件事情的话呢 事先中方 美方都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相当之严重 那么到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呢 居然这个控制不住啊 这个觉得很失望 还有就是这个澳大利亚 美国最坚定的在亚太地区的盟友 他们的外交部长 Penny Wang 黄云贤吧 他这次在这个 这个东盟的这个峰会上 也暗示了这个问题 说各方面呢 应该搞好协调 中国和美国本身搞好协调 那么这个美国也应该和他的盟友搞好协调 所以说呢 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 这个国防部的一个分析师 他叫杜邦 他就说 他本来是一场不必要的危机 是一个乌龙球 是美国给自己制造的问题 所以他也说呢 这个拜登没有能够 确实一个同属于 自己一个政党的众议院的议长 难免让人觉得 你这个总统没有什么权利 他和25年前的金里奇还不一样 25年前金里奇是共和党的议长 而总统呢 是克林顿是民主党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后果呢 确实是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呢 觉得美国 或者说今天的拜登政府 有没有控制全局的能力 好 现在请看 凤凰文史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进行会晤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传统 中方也愿意同俄方加强战略协调 更有力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更有效地实现世界持久和平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访台湾 这种以台制华行为 再次违反联合国宪政原则 这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回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王毅在出席外长会议期间 还分别会见了泰国 老挝 新西兰 土耳其 越南 和斯里兰卡外长 当地时间8月4号 中国国务委员将外长王毅 会见了泰国副总理将外长敦 谈及当前缅甸局势 敦表示希望中方继续为推动 解决缅甸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 对此王毅表示 相信东盟有能力 有智慧 坚持东盟主导和东盟方式 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之下 通过对话协商 推动缅甸局势软着陆 同时防止预外势力不当干涉 避免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在会见老挝副总理将外长沙伦赛时 王毅指出 当前中老关系发展是投降进 务事合作成果丰硕 沙伦赛表示 老方期待加强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 建设好老中命运共同体 在会见新西兰外长马呼踏时 王毅表示 中方赞赏新方奉行务事对话政策 愿同新方坚持尊重 对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推动中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更多成果 在会见土耳其外长 恰伍是奥卢时 王毅表示 中土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 中方愿同土方携手努力 推动两国战略合作关系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恰伍时奥卢表示 土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不仅体现在台湾问题上 在涉疆问题上同样如此 王毅教会见越南外长 裴青山时表示 中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双方要以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为愿景目标 共同丰富发展中国家 实现现代化路径 裴青山表示 越方将对华关系 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 头等优先 期待深化武士合作 王毅在会见斯里兰卡外长 萨布里时表示 中斯长期传统友好 中方对斯方当前面临的困难 感同身受 将继续通过双多边渠道 伸出援手 萨布里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 一如既往在斯方困难时 雪中送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今边举行的东盟以及系列地区的外长会议成为外交角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也可以说是外交战场 主要是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外相和国务卿 在这个会上针对中国举行的导弹试射 还有军事演训进行发难 说是布林肯说 这是要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 而且布林肯还问在座的其他外长 包括东盟成员国外长 什么澳洲 日本 韩国 还有什么印度 新西兰 说如果中国的导弹到了你们的经济专处区 你们会有什么感受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说 有个别国家对中方正当的维权 举措进行无理的指责 但是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 有认同的是谁呢 就是日本 日本这个外相林方正 他在这个外长会上 就说好像说是对中国的军事活动 说感到严重忧虑 期待台湾问题和兵解决等等 对此外长王毅很愤怒 马上提高声调说 日本应该去对过去的战争 和台湾的现状负责 日本你们有历史责任 日本和台湾问题没有发言权 而且据现场报道 就是看到呢 就是这个当林方正讲话的时候 王毅和拉夫罗夫当场离开会场 这个动作就表明 中国和俄罗斯是坚定的伙伴 所以说呢 王毅在会见拉夫罗夫的时候 在目前台海局势这样的一个新的背景之下 这个表示 中方愿意和俄罗斯加强合作 而且呢 赞扬了俄罗斯对于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强的 有力的支持 并且呢 要和俄罗斯一起捍卫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这个台湾这件事情啊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 恐怕它影响的这个面啊 不仅仅是台湾海峡 也不仅仅就是这个台湾周边这几个演习区域 它会影响到东南亚 影响到亚太 影响到印太 还会影响到欧洲 觉得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没有关系吗 我们这次看到愤怒的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和拉夫罗夫说话的时候已经有所指 目前的台海这样的一个 据事之下呢 中国要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 而美国这个布林肯呢 这个前几天刚刚跟拉夫罗夫说过话 也和这个王毅前不久 也举行过通话 可是这次呢 布林肯到会 进入会场的时候 据说王毅外长头都不抬 更不要说握手或者聊几句 更不要说会举行交流 王毅很生气 王毅说美国你就叫背信其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由于一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这个用美国方面来说呢 他就不听国家安全委员 或也不听白宫的这个建议和劝说 你越是干预 他就越要固执己见 然后弄得白宫非常被动 国务院非常被动 以至于今天 看看现在啊 目前局势还在发展之中 我刚才说过 可能这是改变 整个格局的一个开始 好 再看看乌克兰的战事吧 俄乌战事持续到第163天 乌东地区战况仍然激烈 俄美指 俄军已经全面控制了 乌东顿涅茨克市郊的防御阵地 皮斯克 土耳其国防部表示 再有三艘 共再有58000公吨玉米的运粮船 已经获授权离开乌克兰 当中两艘分别挂着 土耳其和马尔他国旗的运粮船 从黑海村港口出发 准备前往伊斯坦布尔的 联合协调中心接获检查 一艘船会运送 12000公吨玉米 到土耳其港口卡拉苏 另一艘则载着 13000公吨玉米 目的地是英国 第三艘挂着 巴拿马国旗的运粮船 载着33000公吨玉米 则离开了奥德萨港口 将会开往爱尔兰 根据黑海粮食外运协议 目前已有四艘运粮船 启程前往各地 有助缓和全球粮食短缺问题 另外 一艘选挂巴巴多斯旗帜的货船 5号在土耳其接受检查后 将会开往黑海村港口 这是自俄罗斯在2月24号 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首次有空载的货船 驶向乌克兰港口 运载乌克兰粮食出口 俄乌战士仍然未有缓和迹象 俄美5号表示 俄军和亲俄武装声称 已经全面控制乌东 顿涅茨克市郊的皮斯克 并且正在巴赫木特市进行激战 如果乌军在皮斯克这个防御阵地失守 则会失去缓冲区 乌军表示 已在斯拉维扬斯克夺回两个村庄 但又被迫退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形容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武装部队 所承受的压力犹如身在炼狱 他只多个具战略性的村庄 遭受猛烈攻击 并承认俄军近日的攻势局部成功 另外 清俄武装控制的顿涅茨克市 4号遭到乌军炮击 造成10多人死伤 俄媒报道称 这是自2014年以来 乌军首次炮轰顿涅茨克市中心 遭到轰炸的 包括一家很多外国记者入住的酒店 门窗大面积损毁 另外 英国国防部5号的情报指 俄军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采取的行动 可能削弱了核电厂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情报指 俄罗斯占领核电厂的意图仍不明朗 但驻扎在这个地区的俄军炮兵部队 很可能瞄准地涅薄河西岸的乌军阵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